520第一直覺你會想到什麼 就是我愛你啊 那有沒有想對粉絲說的小段話 唉 你們都知道我愛你不要再說了 真實 我自己講完還自己太傻 520快問快答 第一眼看音信哪個部分會感覺被電到 當然是眼睛啊 不然要被哪裡電到啊 沒有 有人是腹肌啊 被腹肌見到 所以你喜歡男生的眼睛是雙眼皮還帶皮 雙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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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可以啊 周初心目中理想心要的三樣個 第一樣 有才華 然後 幽默 貼心 對 演藝圈有什麼理想心 貼心 不是人家私下貼不貼心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那如果第一眼看了覺得 欸這看 長得貼心 可能梁朝偉 喔梁朝偉那一首 對眼睛雙眼皮 然後又長得貼心又有才華 如果在喜歡的人面前跌倒 你不一直覺得反應是什麼 就站起來啊 難道在地上擺個pose嗎 愛情跟麵包你會選哪一個 好難 好難喔 愛情 愛情 那你浪漫的人 那有什麼浪漫的事 或是 我應該說有期待 別人做做什麼浪漫的事 喔 沒有特別期待欸 因為 因為 總是如果把自己 那個期待幻想太大的話 總是怕落空 我還是不要亂笑 好冷 希望未來你應該在哪裡跟求婚 都可以啊 在哪裡求婚 都可以啊 不要在吃熱炒的時候就好了 旁邊拍打聲音說什麼 對啊或者是 或者是他可能吃鹹酥雞丸 滿嘴大蒜 或者就 求婚這時候我可能會很 三條線 很戀愛情 你做什麼 絕對浪漫 可能煮感冒湯給另外一半喝吧 就是可能對方感冒 然後我就上網 因為我不會煮菜啊 我就上網學 雞湯要怎麼煮啊 然後就是 自己去買材料 自己回家煮 然後煮完之後還要試喝 喝到絕對不錯了 才能送付出 這樣算浪漫嗎 有啊 好 一片 520你一直覺得沒好 就是我愛你啊 那有沒有想對粉絲說的小段話 你都知道我愛你 不要再說了 真實 我自己喜歡自己愛你 比方說我最近看那個 吳思賢的童眼 童眼影片我就覺得 他真的有夠欠名 就是 除了我以外 因為我覺得我童眼app 那個照片 看起來很欠奏 第二個我覺得會欠奏的 就是他耶 其實這不算爆料 因為全部的人都知道 那他對你有做過什麼幼稚的事情 幼稚的很長啊 很長耶 就是 啊 我想起來了 曾經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他為了想要證明我的耳朵 真的很大 因為他就是一直覺得我耳朵很大 每次都會捏我的耳朵 然後他就會去 他就拿了一把尺 就過來現場在等戲的時候 跑過來量我的耳朵 就這樣量我的耳朵 量完之後就大喊 七公分 七公分 這樣 他就誇張七公分 然後我就說 那你的多少 你量一下啊 量完 這一次發專輯 其實我已經即將要三十歲了 然後就是 在三十歲前 趕快發了我的人生第一張專輯 其實我非常的害羞 但是我很開心 因為成績很不錯 然後謝謝你們的支持 如果你們再繼續支持下去 然後又很熱烈的話 是不是你們會有第二張 所以 對 所以就是要拜託你們繼續支持囉 然後在六月八號 下午兩十半暫時演唱會 即將就快來了 那我現在終於 不過我今天 期待練習這樣一首 希望你們可以 一起來 聽我唱歌 然後我會在 演唱會當中 你們都過了聊 我一定會知道 每一首歌的汗 或是其他 我真的會發生過 你陸續的故事 都不想跟你分享 那演唱會之後 還有近距離的機長 還有送千米海報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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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